下個月就要過農曆年了 高雄專賣年獲得三鳳中街 去年這個時候其實買氣是蠻低迷的 但今年從現在開始已經出現了財買人潮 包含賣香菇 魷魚 干貝等干貨的 另外還有賣糖果餅乾的這些店家 一早開門就有不少人上門來買東西 店家他們就在猜 可能是因為今年大家沒有辦法出國了 也有很多人返回到台灣來 所以今年的聚會比較多 那目前三鳳中街整體的業績 比去年同期成長了將近四成 忙著招呼 忙著打包 客人一個個來賣乾貨的生意很好 除了淋嘴類的瓜子 蝦味一果 開心果 還有料理用的乾料 蝦米干貝等等 尤其是香菇 賣最好 天氣冷 比較要煲湯的這些生意比較好 再來到糖果餅乾店 人家一買也是好幾樣 有人是一大包 有人整輛機車載滿滿 老闆忙著補貨 除了乾貨 糖果餅乾 賣茶葉的 也是搶搶滾 最近包貨 包到 包到 包到手都酸了 這裡是高雄三鳳中街 平常日還是不少人來採買年貨 而且跟往年比起來 今年的人潮提早涌現 就是不能出國 就是大家買一些東西 就去吃一吃這樣 以前都在半個月 開始關桌 人潮比較多 你看這個地方面 過去通常是年前一星期 買氣才會熱絡起來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反而拉抬了整體的業績 這也讓店家們的貨量補更多 準備應付接下來的人流 另一方面也準備了提供試吃的一次性小杯 憑業績的同時 也要做好防疫 華視新聞 邱金平 謝雨昕 高雄報導